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到底台湾有哪些秘境 好地方 大家不太晓得 但是 其实是很好玩的地方 今天就跟大家要好好的来聊聊旅行 所以我们请到了旅行的达人 高手 而且我们的节目还增设了阿里不达小甜心哦 他们是谁呢 今天就要好好跟大家分享 首先 先要跟大家聊一个旅行的故事 这是我好朋友小明 小明又来了 小明他是个美国的探险家 有一次他到美国的西部探险 在美国西部大家晓得都会遇到谁 遇到印第安的原住民 所以有一天他到了西部 旁边就走来一位印第安的原住民 他告诉他 小明今天会下大雨 小明不相信 就没想到一到下午 哇 这个雷声咒响 果然下起大雨 小明就非常惊讶 隔天原住民又来了 他告诉我的好朋友小明说 小明今天会刮大风 哇 小明因为昨天下大雨了 所以他非常感谢原住民的提醒 他就给了我原住民十块的美金 谢谢他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 呼哇 又刮大风了 哇 小明非常佩服 他想说 果然原住民都有在地的厉害的线索 有特异功能 比这个气象报告还准啊 结果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 原住民只要说什么 当天天气照样就那样变化 哇 就有一天小明他们特地 跑去跟原住民请教说 欸 请问一下大哥啊 今天天气怎么样 结果只有原住民一句话都不说 蛤 为什么小明就很奇怪啊 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都不说话呢 原住民才慢慢地对着我朋友到来了 他说 因为我的收音机广播坏掉 喂 原来是听收音机的广播 所以大家晓得出外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天气状况的变化 好不好 好 首先就要跟大家来介绍 我们阿里布达聊天论 特别邀请到也很爱旅行的美女 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阿里布达小天心 首先介绍的就是我们阿里布达小天心 吻吻 欢迎 哈啰 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 吻吻 大家好 好 欢迎订阅 阿里布达小天心 今天阿里布达小天心 接下来要介绍两位来宾 啊 这个是 台湾跑透透 上山下海 云游四海 就是他们两位 所以你要聊 台湾的秘境旅行 你就一定要請到他們兩位 好 首先第一位要跟大家介紹 他的名字非常的特別 我一直很好奇 認識他那麼久 都不知道他的外號到底是哪裡來的 待會也找機會好好跟他聊一下 好 首先歡迎第一位旅行達人 是我們的張宏山 朱角哥 嗨 大家好 我是朱角哥 謝謝 大家好 謝謝你 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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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源由二十幾年前 一個要好的高中同學 被取了一個叫狗腿的綽號 所以你又為了報復 就取了一個豬腳的綽號回京 就被叫不濟 狗腿跟豬腳搭成一個 好 非常厲害 好 第二位也是很熱愛旅行 你看他膚色也知道 他剛剛從南部的艷陽天回到台北 剛從藍旅回來 所以也是台灣一個秘境旅行的達人 讓我們歡迎Fan 大家好 我是Fan 我們在膚色的這幾天上來 所以因為我前幾天就藍旅 所以那邊藍旅行高中 對啊 看起來你整個人黑了一大拳 是啊 好 所以今天就要來聊聊 首先我們要先來認識一下 台灣的北部 因為我相信台灣其實 這個寶島地是很大的 有很多秘密的地方 大家不太曉得 那暑假又要到 所以我們是不是首先請豬腳哥跟我們來介紹一下 如果是台灣北部 你推薦我們的觀眾朋友 去哪裡玩 你多年的這個豐富的經驗來說 呃... 適逢這個暑假 夏天嘛 所以一定要往山上走 哦 或是海邊走 海邊山上就是一定要往 海邊山上都要去 對 那山上的話呢 我推薦一個就是要往高山 高山走 就是我去北橫 北橫啊 北橫的上巴林呢 有一個當地最高的部落 叫做欣欣部落 怎麼...他的名字是 欣就是新舊的欣 然後... 欣...另外一個欣是欣旺的欣 欣欣部落 對...這大概是漢人群的名字 所以他本身是... 泰雅族的一個族群 那他的... 泰雅族語叫做那個... 嘎拉赫 嘎拉赫 嘎拉赫在... 泰雅族語的意思就是 又高又遠的意思 哦... 又大又高又遠的意思 所以他是在... 梳略是在高山上的一個部落這樣子 哇 所以您今天有帶來... 這個當地的一些特色嗎 有有有有 哦 我們來看一下齁 好 哇 朱小哥這您桌上擺滿了 就是你的戰利品 你看 都是照片 好 那 嘎拉赫呢 這個地方呢 他大概在... 海拔大概在一千... 一百公尺的高山 我們先拿個兩張好了 好 您這是戰利品真的太多了 好 那這個是... 嘎拉赫呢 他雖然已經到了... 一千一百公尺 是 可是實際上呢 他... 還是位在那個山的半山藥 哦 所以他山其實有兩三千公尺的海拔 沒有 也是大概一千多 一千多 山頂大概一千五一千六 嗯 這個地方大概要... 從部落走大概要快要兩個鐘頭的角程 哇 會到這個... 從新興部落再走兩個小時才到了 對 才會到這個檜木的這個神木區 哇塞 大家看齁 這個人在檜木區裡面都變小小一隻了 所以說去... 北橫不是只有拉拉山才有神木 其實... 小的部落的山上就有很多知名的神木了 哇 空氣非常好 對 空氣非常好 哦 哦 然後呢 還有另外的照片嗎 從部落再往下切呢 大概五百公尺 就是可以到三光溪 那三光溪呢 就是有一個天然的野溪溫泉 哇 對 就是葛拉赫溫泉 聽說你本身就是很愛跑野溪溫泉的 對對對 哦 野溪溫泉是不是 就你拖光光在野地裡泡起來 如果旁邊的那個... 阿姨們不介意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拖光光啦 你介意嗎 如果男生在野溪溫泉呢 我應該會蠻介意的 你是蠻喜歡還是蠻介意的 我蠻介意的 哦 蠻介意的哦 對啊 所以你本身喜歡做這種泡野溪溫泉的工作嗎 我喜歡啦 可是我會穿泳裝 我一定會戴泳裝 厲害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就是你們在泡溫泉是不是 對 它這個溫泉呢 就是流浦 從上面呢 就是會有流下的這個溫泉 哦 然後就混合我們吸水 自己為石頭 自己煮池子 自己調節水溫 對對對 看這位朋友呢 一手拿蘋果 一手拿海泥根 哇齁 海叉根 對 你不要打廣告 對對對 所以就是很愜意的 等一下哪有人一手蘋果一手啤酒啊 這樣拋溫泉很奇怪嗎 你常常做這種 一手拿水果還蠻奇怪的 據我們的觀察 旁邊的人什麼都沒得吃 所以我們很高級的享受 高級的 哇塞 這就是我們上次去 這個 葛拉荷溫泉的 所以在台灣北部 那怎麼樣去比較方便 你們都怎麼去 它其實騎車就可以到了 坐公車你要等一整天這樣 公車要到哪裡 因為像北橫的公車 他們 這個是叫北橫 然後再從那個光華道路上去 所以它是產業道路 所以你公車大概 基本上大概不會到 不會再進去產業道路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騎車 或是開車都可以到 哇 所以你們 這是多久前去的 這個大概 01年了吧 2001年 十幾年前 大家看照片都知道 現在還用照片的人不多啊 因為我們是 像老一輩的 資深 資深 資深的旅遊達人 好 所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齁 走北橫 就要到這個 野溪溫泉去泡一下 好 Fed 今天帶來的是北部的 哪個好地方 跟大家推薦 對 剛剛主角哥介紹的是 我們山上 對對對 那這個夏天了 建議大家去海邊走一走 哇 跟你一樣要塞飛